好那么魏云林他打算要参选国民党的党代表 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那么特别是马总统的政见说明会 昨天就来到了台中 魏云林就跟马总统两人同台 互动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那么事实上为了要选上党代表 魏云林他老早就拍好了宣传影片 要向党员拜票 穿着红色名牌Polo衫 发型还settle的很贵气 他就是金钱报酒店董娘魏云林 拍着支宣传短片向党员拜票 全之为了7月26号国民党代表改选 帮助更多需要照顾的人们及弱势团体 在此恳请各位先进同志们的牵承与支持 镜头前独自艺人证件发表 魏云林看起来似乎还很深色 但其实抢攻台中市党代表 魏云林可不放过和党内高层面对面的机会 台中市党部大会 魏云林站在台上和主委猛摇耳朵 马总统高谈党主席选举的同时 魏云林更是站在台中市长胡志强中间后面 马总统说完话 转头和所有党代表候选人一一握手 魏云林也不例外 我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啊 爸爸就是啊 所以选党代表我觉得 应该吧 顺理成章啊 为党来服务嘛 那这次选举有信心咯 有信心吗 有啊 魏云林信心满满其实 首创台中市名人狮子会的 他去年选狮子会中区总监失利 今年卷土重来高票当选 看得出来扩张地方人脉的企图心 难道这回选上党代表的下一步 是有意晋级国民党中常委 参与马主席的党务运作 意要再更上一层楼 要选中常委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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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没有 没有资格嘛 要让他们这个党规矩走法 一旦选上党代表 要不要抢进党务权力核心 魏云林显然还在观望 这也让金钱报董娘从政的动机 更加引人遐想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